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去划分词类的时候 根据的是句子的功能 那么所谓句子功能就是语法功能 所谓语法功能就是指它充当什么样的句子成分 这种依据必须有一个前提 就是句子成分和词类之间是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假如一类词能够充当的句子成分都很多的话 这个句子成分就失去了我们分类的意义了 也失去了操作性了 我没有办法根据这个句子功能来划分词类了 这是一个理论前提 那么检查这个正波课段语言里面的一段文字 我们发现好像一般的词还是比较遵从自己的本分 也就是说确实如果我们只依据这个正波课段语言这段文字 可以根据句子功能来划分词类 可是检查这个美的时候发现问题又比较复杂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也就是说 在古代汉语当中 一般的词还是恪守自己的本分 我是名词 我就去充当主宾语和定语 我不去跨越自己的职分去胡作非为 但是有一批词就比较捣乱 总是要跨越自己的本分 我们先假定 就这些词 在古代汉语的词表当中 应该占的比例不是那么大 其实如果讲词类活用的话 根据这段文字 无论是这段文字 还是下面美的用法 我们发现 当他们处在主宾语的位置上的时候 在意义上都已经指成化了 在语义上这个变化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些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更值得我们去关心 可惜目前 讲古代汉语法的书文章 对这些现象反而忽略 这个事实 值得我们深思 为什么会这样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 我带着大家来读一篇文章 这是朱德西先生在70年代末 80年代初写的一篇文章 那么为什么 把这个时间 不说他哪年写的 而说朱先生 是70年代到8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 因为79年的时候 朱先生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到了90年 纪念王立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 那个论文集里面 朱先生又拿了这篇文章来发表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以他哪个发表为准 好 文章的题目是关于先进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的一则扎记 读完这篇文章 我想大家对怎么写语言学的论文 尤其是怎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 而且再用很明白很清晰 让别人能够读懂的语言写出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因为现在的语言学论文 很多学者出发点就说 这篇文章我要让尽量少 尽量多的人读不懂 尽量少的人能读懂 特别是中国语文上的文章 很多语言学界的人 包括年龄很大的学者 说自己读不懂 好 朱先生说 这个古代汉语里面词类活用的现象 十分常见 这个常见 这个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 名词和动词之间可以互相转化 名动形三类是所谓词类当中的十词类 是充当句子的主要成分 而这三类词在古代汉语里面 存在经常转化的现象 朱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上面这个例子是我补充的 因为下面宋雍士 逆于郑庄公 前面一个是 因为大家都对郑庄公很熟悉 很有感情 所以我就把这段文字前面的一句 也找来了 郑兆公是郑庄公的儿子 他在郑兆公打败北戎 这个时候 齐国人很看好郑兆公 所以就想把这个 齐公就想把自己女儿 嫁给这个郑兆公 可能这个齐侯的女儿长得比较丑 所以郑兆公就坚决不答应 后来战众就劝郑兆公 说现在郑国的形势 政治局面比较复杂 你不一定能够顺利的继位做国君的 需要得到外面比较强大的诸侯国的支持 所以假如你跟齐国联姻 这对你将来能够继承军位 是很有利的 郑兆公还是坚决不答应 那么这个郑庄公 这个郑兆公是郑庄公 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 后来宋国的雍士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郑庄公 又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郑立公 所以郑兆公上台 没几天就被郑立公取代了 这个女是嫁女的意思 把女儿嫁出去 叫做女 一般把女看作是名词活用作动词 但是在经典诗文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个女有破读的现象 读郁 读去生 是动词意 同样前面这个七人将弃之 不是弃之 是弃之 好 下面一个例子是大家中间学过的曹贵论战里面的 小心为福 神福福也 这个福是降福的意思 很多学者也把这个福看作是名词 活用作动词的例子 朱先生下面告诉我们说 不是所有的词都能这样变来变去 刚才我们读了郑波课段语言里面的一段文字 很多同学明确的说 那里面的名词大部分都不能这样变来变去 因此在能够转化的词里面 表示动作的意义与表示事物的意义之间 往往在心理上有一种自然的联系 人们很自然的把这个行为和这个事物联系起来 比如说到衣服自然会联想到穿的动作 所以一有意这个读音表示穿衣服的意思 说到吃这个动作也会自然联想到食物 好 一和食都有这个所谓的词类活用 但是我们考虑一下 好像这个食 我讲此类活用 食物和吃 我们不看着此类活用 只有读四表示使吃的时候 我们才看着此类活用 就是极物动词的始动用法 为什么 一我们不看着此类活用 而食不看着此类活用 就是说一表示衣服和穿 食表示食物和吃 前者看着此类活用 而后者不看着此类活用 是依据什么 跟现代汉语 我们的语感一定有关系 好 下面朱先生就举了一些例子 比方说这个胶 后面放括号里面 平时指的它的声调 意义它用英语做著的 而且很有意思就是 英语里面这些跟汉语是完全平行的 叫除 谷 流 火 网 网 庄子里面有网得白龟 就是用网捕捉 抓到了一只白色的龟 谷 明洞 两个 这个我们都在文章里面见到过了 找 安置战里面 剧 梦 木 用眼睛示意 也可以叫做木 硕木像王 形和性 性和形 性和形 丝和丝 海上愁丝正茫茫 不能是海上愁丝正茫茫 因为愁丝是名词 令和灵 灵和灵 这个灵字的音译 大家可以看一下王力国汉字典 一般字典都不再区分这两个读音 王力国汉字典做了区分 好 这个一和意 刚才我们讲到了 英语里面也是 完全平行 观和观 英语里面也平行 这个cap 有名词和动词两种不同的用法 明和命 明就是命名的意思 守和兽 狐死 必 兽丘 兽丘就是把 头朝向 自己的 狐穴所在的那个方向 所在的那个山丘 朱先生列完这个单子以后 还有很多 我后面就没有再 朱先生拉那个单子很长 他说从上面的单子来看 此类活用的现象 并非古汉语所特有 英语里也不乏这种例子 但是我们学英语 从小学开始学 你们是从小学开始学 对不对 学到现在 你们学过此类活用吗 老师为什么不讲 这么多 如果我们看这个新英汉词典 我做过一百页的统计 比汉语那时要多多了 就是像这种完全平行的情况 英语比汉语要多得多 比古代汉语 所以读到这儿 我们肯定会疑问 会有疑问 为什么英语不讲此类活用 好 朱先生下面 接着解释 他说这一点 所以不为人注意 是因为英语的名词 一旦活用为动词之后 就穿上了动词的制服 按照动词的一套形式上的要求形式 比方要有时态的变化 要有体的变化 就是体现在句子里面 它都是穿着动词的衣服 虽然在词典里面是光着身子的 只要进了句子就穿衣服 所以人们在心理上就能够自然的把它当作正式的动词看待 而古汉语的情形不同 一个名词转化为动词之后 书面上仍旧用同一个汉字来表示 当然有的有区别字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例子都没有区别字 所以在这个语境当中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这个动词突然取得了新的意义和功能 也就是说汉语的一个词写成汉字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样子 无论它担任什么职务 它总是穿的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区别 也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赤身裸体 我们就没有办法根据它的制服来判断它的身份 所以我们才会有词类活用这样的误解 由于这样的例子相当多 所以有人就由此得出古汉语词无定类的结论 事实上古汉语的词类转化往往伴随着语音上的变化 在语音上是有变化的 只是汉字不记录语音 所以现在汉语方言里面比方北京话 说这个瓦给房顶上瓦叫做瓦 但是写成汉字还是一个瓦 并没有给这个瓦另外再造一个字 特别是声调的变化 其实朱先生这个文章发表以后 后来很多学者对这个不光变调构词 包括变声变韵 在古汉语里面都是相当丰富的 也就是所谓的四声别语 其中最明显的是去声别语 有人就根据去声别语最常见 断定古代汉语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 就是说如果是非去声就是非动词 包括名词 特别是名词 如果是变成去声的一般都是动词 但是这个规则实在是不能够内推 我们知道一个语法规则 最重要的是能够内推它才成为规则 比方说如果是英语 过去时一定在动词的后面加上一地 加上尾巴 但是也有一些词是通过原因变化 就是形态变化 这种变化都不能内推 所以在讲英语法的时候 把它作为不规则变化 那么汉语的这个去声别语实际上也是不规则的一种变化 那么朱先生说 对这种现象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认为是创造新的拍声词的手段 有人认为是转换词类的手段 所谓转换词类的手段就是 这个形态变化 意义并没有改变 只是词类词性改变了 那么后一种说法的困难是在明动互相转化的例证里 既有明词是去声的例子 又有动词是去声的例子 如果是按照把它看作转换词类的手段 也就是说去声是动词的标记 所有的动词都必须是动词 这样才能够区别明动 事实上肯定不是这样 所以朱先生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规则不能够成立 下面朱先生说 不论趋词别译的语法作用是什么 其实际后果是使得一批互相对应的名词和动词 在形式上也就是声调上产生了对立 这个词形改变了 因为语音改变了 相对应名词和动词意义的差异十分明显 名词往往指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失事 比方说这个尖 尖本来是查看的意思 引申为监察的监察 监察就是看着老百姓不要让他们犯上作乱 这是监 帅 那么寿式像食 鱼 工具像锯和粉 粉就是用这个粉来涂墙 其实也有变调 是应该读粪 或动作产生的结果 像卷 卷好了以后就是卷 质等等 换言之名词表示的是动作的转指意义 这一点刚才我们看这个一和十已经看到了 朱先生告诉我们 不仅仅是有这个明动之间这种转换 通常我们讲词类活用所讲的始动异动 这些东西在英语里面都不罕见 大家看这几个例子 end with 是做纠动词是始衰弱的意思 做形容词是衰弱的无力的意思 虽然心里看词典这样 排列异象 但是我们很明显知道 形容词是在前的 极物动词是在后的 这个始动异是 有些朋友也可以这样排 始衰弱的结果就是变成衰弱了 不极物动词是变纯的意思 把这个液体变得澄清 这叫做fine 如果是极物动词呢 就是始纯始澄清 glaim名词是微光 不极物动词发微光 极物动词是始发微光 我们看 极物动词也是如此 古代汉语的枉 名词是枉 这个不极物动词呢 是作枉 极物动词是始作枉 就是枉 好 后面的动词 无论是极物还是不极物 都是读去生 好 这是朱先生的文章 我们就读完了 好 啊 啊 好 喔 好 啊 好